和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 进行今天的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 来跟大家谈谈了人前人后的事情 像是我自己的工作真的还蛮多人前人后的事情 像我自己是主持人 常常在面对不管是新认识的 比如说受访者或者是在外面活动遇到的人 可能在第一次接触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的有理谦虚 然后有非常多那种很正面的一个形象 不过有的时候背后可能不是如此 那可能在跟其他人接触之后 可能感觉不良好 或在背后可能也会跟同事讨论些什么 但是我常常在这样子一个经历过后 我就想说 哇我自己是不是一个人前人后的人呢 到底要做到表里如一 是不是真的那么的可行 每个人都会那么的良善吗 就是完全不会在背后议论别人 或者是在背后批评其他人吗 真的能够做到成为了表里如一的可能性吗 在今夜节目当中呢 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台阳生的导师在多聊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 导师好 子蓉你好 一说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像是讲到这个人前人后的事情 其实我发现好像在职场真的是免不了 像是呢真的在职场当中嘛 就是很多比如说同事啊 可能关系也不定那么的密切 可能有其他部门的人 那可能在某一次的合作过后 可能觉得不是那么的舒服 那当然会跟自己比较亲近的同事来抱怨嘛 不过呢就是话风一转 可能当事人来的电话 你就还是可以跟他好好地讲 然后好好好我都配合 但是挂掉电话之后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我常常都在不管是工作啊 跟其他人面对面的过程 或者是在私底下之后 再去回想到了跟其他人的互动 会觉得说自己是不是一个人前人后的人 真的做到表里如意真的不太简单呢 道士 今天子龙提这个议题啊 每个人好像都有点息息相关 我们到底怎么来看这个人前人后 可能所谓的人前人后就是 前面讲的是一套 后面是人后是一套 对不对 那人前的一套呢 是可能跟对方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共识 但是内心深处是不是有一种不平衡的情况下 所以在人后有另外一种做法或想法或抱怨 对 所以才会去做各种进行的发挥 那如果我们再去细心的想一下 就是说为什么跟那个 我们在想着跟他好像跟我们之间有一点 这个思维出入啊 或怎么样的问题点的发生 而导致我们在人后想要讲他呢 因为我们是不是想要因此而让我们感受到 可能自身会觉得比他厉害 要不然就是我们想要先保护自己 哪一天出了什么问题 是不是当时我要这样讲 然后在人后呢 先做可能的背书啊什么样的 或者呢是觉得不公平 实在是气不过 所以在人后呢 他也还是要再继续讲他为什么气不过 对不对 或者是呢 他在人前看到的那个人 在他的内心深处里面 是不是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差距 也许他觉得那个人太爱线啊 那个人太不顾别人的面子啊 那个人太怎么样太怎么样 总是有这样的一个差距性 所以在人后的时候想要说那个人 对不对 那后面还有很多可能性会发生 也就是代表着 在可能性的观点逻辑 看法上的不同 那在人后的时候 自己要想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 可能去舒缓自己心中的不好的感受 或者是得到什么样大家的一个认同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理由 所以他想要用在这个人后的时间 际遇去发挥他想要发挥的主题 而再去想着更深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其实人他还是想要找到他自己的一个平衡点 对 所以他有可能因此而在这个平衡点上 在找寻他要的东西 但是重点是这个的后面会不会有帮助呢 就是一个问号 是这样子 对 但是我自己会常常想说 因为真的很多的事情要发生之后嘛 你静下心来才会去讨论这件事情 那可能当事人就已经不在 所以只能在人后来去讨论这件事情 但是我自己就会来检讨说 真的在人后讨论这件事情 真的都是批评 都是负面的吗 这其实好像有的时候也不是要看 我们如何去运用他 对不对 东西 这就看每个人他怎么想 他怎么样的一个习惯 大概他想要诉求什么 因为每个人不同 所以每个人的做法 和他要的那个点不一样 那有些人轻描淡写 那也许是一种 那有些人他是 那么非要弄出个什么事情来 他才甘休 那也是另外一种 那至于这个 到底是轻还是重 深还是远 其实也就是 每个人是每个人的导演 编剧 所以这些东西 还是自己的一个 选择性的后面 来放任着自己 做可能性的陈述 或者是什么样的演出 怎么样的决定 所以有朝一日 这个的后面产生的化学效应 还是得自己照单全收 是这样 哇真的听导师这样讲 才发现这个后面的选择 真的很重要 你会如何把后面去讨论这件事情 变成了一个好的方向 大家可以来做检讨 或者是在后续合作的时候 做沟通 其实这个就是正面的一个方向 但是其实发现了 尤其是在职场当中 真的还蛮多的人 就是另外一个是 往不好的方面走 他可能就是想要 散播一些的谣言 或者是想要 只是批评别人的一个 做事能力不好 那可能呢 就会更加强 更夸大的去形容了 当时所发生的某一件 可能发生错误的事情 那就会变成好像是在渲染 那其实好像就会往负面的方向走 但是为什么人会有这样子一个心态 想要把别人不好的事情往外说呢 所以这个应该是每个人心中 有着他自己的答案 为什么 对不对 那不外乎就是刚刚我讲的 可能性的一些情况 他要去找到他的一个平衡点 或者是他认为 这样子说 会产生的怎么样一个效用 而达到他怎么样的一个目的 那也有可能 那总而言之呢 我们打最坏打算 就说如果这个人在背后讲了 怎么样的一个坏话 影响了某一个人 但是那个某一个人呢 就分两种情况了 一个是他有程度 所以他不怕被别人讲 那是种case 那一种呢 是他就真的是不做的不怎么好 被人家一讲就见光死了 对不对 那就要去想了 他做的好的人 他有能力的 他不怕被人家讲的 那所谓的真经不怕火炼 就有可能时间来证明 到底对错之间怎么回事 那如果本身没什么料的 那也许就不堪一几了 被人家一讲 可能心虚或者怎么样 那可能就经常吃这样的亏 或者是心中有所不平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再来看 如果能够看着这个 在逆中啊 求一种逆中的真上缘呢 那是不是有可能 因此让我们更加的 把握这个机会 注意这样的一个契机点 把该做的事情 把该补强的 把该什么样做好的 就一次到位 那也是一种角度一个方法 不同的人呢 他当然有不同的想法 做法决定 那如果今天一次 被人家在背后讲 两次三次 但是我们毕竟不能够 阻止别人怎么样的发挥 在人后怎么说 但是所谓的反求诸己啊 能够让自己先强起来 有的时候把很多事情呢 来做一个之前之后的再整理 你会发现 有时候可能 如果我们自己 在很多事情上的一些心态 各方面的一些准备 能够比以前更加的从容 或者是巨足 那么在人群之中啊 我们尽量的可能做 某种的调整 那可能我们自身的一种 原来想要帮助自己 保护自己的防备之心的 这种本能 而因为自己的能力的足够啊 少去了一些 我们可能一种 比较自动性的反射 来想要在可能的 就像一个申诉题啊 这个事后再来做可能性的申诉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加工 他觉得心都会好过一点 我想 这看每个人 如果认清了 其实有些东西是可以把它做简化 反而会让我们在 不管是人际关系啊 职场啊 或者朋友之间 应该会过得更好 是这样子 感觉呢 就是要把自己呢 所有的事情呢 都ready好 准备好之后呢 就可以来面对这一切哦 不过其实有的时候 人嘛 难免都会有一些小问题 或者是跟别人合作的一些小状况 小毛病 那好像呢 在背后被人家议论几句 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免不了的 不过 如果呢 当事人 自己发现了 别人 同事啊 朋友啊 或者是其他 有关系的人 在背后说你几句话的话 哇 那时候 这心里就会还是有所疙瘩 好像呢 就算把自己准备好 但是 未来要如何去面对这个人 会觉得心里有点怪怪的 那我们如果 是想要 把事情 处理好 或者是让整件事情圆满的话 我们跟其他在背后 议论我们的人 来进行沟通 这样子是有办法 来达成我们的目的的吗 这就见仁见智了 如果我们 心中比较平静 那不会被这个事情 搅得让自己烦恼重生 或者是很多的负能量 还没跟这个人 讲到话之前 可能就已经气个 不知道怎么办了 那这个就会影响到 后面解决 与否的问题 那有时候 真的去细细想一想 就说为什么我们那么样的 心中不舒服啊 然后总认为为什么那个人要这样说我啊 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情形 自己没办法接受 你真的去细细的想 其实人往往是保护自己的 可能性的这种味道居多 他会觉得 我就不是这样子 你为什么要这样讲我 或者是 我就没有犯到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在一种可能性的一个范围内 他去做 他想先去申诉的一种情怀 但是 如果啦 就是说我经常在讲的 如果我们把自身的一种 程度或能力 更加的提升的时候 也许就不是这么回事 就好像 有的时候啊 这个同事之间 在讨论着 那个谁谁谁 哎呀 穿那个衣服啊 就是喜欢秀他 好像有程度啊 有钱买啊 什么什么 讲个半天 那真正那个事实在讲的那些人 花那么多时间 你一句他一句的 但是最后 可能还真的是自己 跟这个他讲的这个当事人比 还真的是在讲了七嘴八舌的人 他没有办法去 买到这样的衣服 也许 我只举个例子 那你就要回来看说 那原来讲那个是为什么呢 抒发一下自己的这种 不平的心 还是觉得怎么样 一种想要来做 呐喊 还是怎么样的一个诉求 所以其实分析到最后 往往在人后讲个半天 是不是真的有用 还是让我们真的加分 这就耐人寻味 是这样 对有时候可能在背后讲个几句 只是想要抒发一下 当时一个感想和心情 不一定都是带着那种很负面 或者是真的批评的角度 有的时候只是想要碎嘴讲个几句 如果无伤大雅 那倒也还好 但是如果因为者在背后的这些议论 批评 或者是这些的说小话 影响到了其他人 或者是甚至影响到了自己 那就不好了 所以其实不管是人前人后 我们的话都要谨言盛行 那最重要的是还是把自己准备好 让自己也成为了一个表里如一的人 往着正面的方向迈进 那我们遇到了问题 也可以好好的进行讨论 而不是在背后 这样构心斗角 其实这个也是在我们 不管是在职场 在人积的各个关系当中 蛮困难处理的一件事情 不过到底要如何可以真正的做到了 表里如一 如何来提升我们自己的一个能力呢 先来听个歌曲稍微的休息一下咯 来送上这一首音乐 是来自太阳盛德导师 作词作曲的幸福报道 每个人都想要追求幸福 但是幸福如何找上你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自己也要多加努力 那到底如何让幸福报道呢 我们就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咯 休息一下听个歌曲 待会在回到节目当中 持续邀请到了太阳声的导师 来为大家持续做提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德导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德导师 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 继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 进行今天的单元咯 富足人生千百问 今天来跟大家谈谈 如何在人前人后呢 都做到了表里如意 如何在人后呢 不要随意的批评人 或者是呢 自己受到批评的时候 我们要如何的去做自我提升呢 在今天节目当中 持续邀请到的就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声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 导师好 子柔你好 以及所有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像是我们讲到了 人前人后的这件事情 其实真的要表里如意 有的时候好像呢 有一点点困难 有的时候啊 在背后呢 可能议论别人几句啊 或者是抒发一下当时一些心情 好像真的多多少少都难免 不过呢 我觉得世代哦 变到了现今的一个社会 其实人前人后这件事情 就变得更加的常见 尤其是现在在网路世代之下 其实我们在打出的每一个字 其实都是呢 在人后 因为毕竟网路嘛 就是比较匿名 或者是比较难以去追查人的一个 真实的来源的一个系统 所以呢 真的常常 哎 有的时候啊 就会看到了 哇 这个什么爆料公社啊 可能也会看到自己相关 或者是熟悉的一些人事物 那更何况呢 是很多的公众人物啊 哇 他们所接受到的批评 几乎呢 都是人后的一个批评 那我觉得这些的公众人物啊 不管是艺人啊 或者一些些 台面上的一些朋友们 哇 这个心理素质真的很强耶 那我们要如何提升 不被这些的流言蜚语 人前人后的事情所打败呢 倒是 这就看自身够不够强咯 那么 每个人其实 所谓的 学海无牙 学无止境 是不是在做中学 学做中做啊 分秒间都能够让自己 更加的 火候提升 这个能力 更大 这些呢 还是自我的期许与否 那如果我们能够先把自己 可能的学习 成长 各方面的突破 能够顾得更好 我想我们会少去 我们会少掉一些 在人群中啊 要担忧的事情 那么当自身能够越做越好的时候 其实如果能够朝向正面性的发展 正向的循环 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讲 这比较健康的这种成长模式 应该对于每个人来讲 都是一个福音一键吧 但是好像有的时候 就是面对到了这些事情 就会很想不开 然后反而是往牛角尖里 往死里的钻 可能听到了某一个人 讲了你什么样的一个话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议论之后 就会在心里呢 越发的发芽嘛 把这个恶性的种子 越来越扩散 好像之后 再听他讲任何的事情 或者是在跟他互动的时候 这个心理的界定呢 就越来越深 然后可能在后续 比如说他真正 很诚心的 给什么样的一个意见 但是我们心里 已经不平衡了嘛 所以呢就会 好像也不会去想要听 别人的一个说法和论述 所以这其实也是蛮常发生 我们要如何取得 我们这个心理当中的一个平衡呢 普通提到说 这个心理要怎么样平衡 所以这有时候在红尘中 谁能够帮助我们平衡呢 其实还是自己 那你说是因为自己的抱怨呢 还自己在人后面讲闲话呢 还是怎么样来达到自己的平衡呢 那我想呢 如果有好的方法 正确的脚步 我们应该朝着好的正确的方向去走 那如果我们从过去到现在 在各种情况下 都是抱怨连连 或者是有很多的满腹牢骚 是不是没有办法 让我们改掉当时那个局 或者是禁 如果我们想了一下过去的经验 还真的是如此 太多的complaint 太多的这些没有办法让我们成长的一些言论 充斥在我们自身之间 或者是在我们的朋友间 家人间 我想这些 你说能够解决也就算了 如果不能解决 放在那边的话 不但不加分还让我们扣分 那我们必须先看清楚 为什么要这样去做 去说 想清楚了再去做去说 会比较 觉得自己 认为是值得了 如果没有想清楚 这个就去做 去说了 那到头来又惹了一大堆麻烦 那当然 给自己 这样子的一种耗 这样子的一个能量 也是相当的可惜 所以当我们了解了 唯有自助人助天助 所谓的自立自强 先自己能够 怎么样的突破了哪一个 点上的问题 那真的是这样子的 踏过去了 那可能就被人家闲言闲语了 甚至于被人家 怎么样的一个计算 或怎么样 他都能够走过这样子的一个 比较平稳安全的步伐走过来 那我想 能够有一次要这样的经验 那可能你就会知道说 还是要凭真实力比较重要 因为有时候 毕竟是要等待的时间的洗礼 才会知道 当时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到底谁对谁错 但是因为我们自身的能力 这个活后 都成熟 所以也许 之前没有办法克服的东西 我们因为在成长中克服了 成就了 所以再来看问题的时候 就更加容易 所以可能 问题真的是在那被人家 用了什么样的一个心态阻碍了 或者是被人家批评了 或者是污蔑了 但事实上我们已经在进步中 我们已经跳过了那个坎 所以就算是再下一次 还有怎么样的一个事实来做 可能性的一个发挥的时候 我们已经不在那个环节上 我们已经提升了 那个原来的问题已经不在了 那我想这样子对每个人来讲 应该就是好事一件了 没错 其实我觉得成长这件事情 真的还蛮重要的 像我们有的时候 可能翻开了小时候的一个日记 发现某一天就气到一个不行 然后一直就 比如说其他人 跟你合作 或者一起写功课的时候 发生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或者是被别人骂了 等等等等的 然后那时候呢 在这个日记当中的言语啊 真的是生气到一个极致 但是呢 可能回过头来 我们长大了 或者是时间也是久远了 我们就会发现 当时是在气什么事情 为什么这个文字 看起来那么的愤怒 但是现在呢 回过头一看 其实呢 就完完全全觉得说 哇 那个根本不是什么样 大不了的事情 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成长和进步嘛 那我们在小时候呢 这样子一个经验 其实呢 到我们长大后也是哦 不是只有岁月时间呢 可以把这些的事情冲淡 其实呢 我们自己自我做提升 自我做进步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像是呢 在我们的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当中 其实呢 就是帮助大家呢 来做自我提升 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和管道哦 像是在节目当中 也真的有非常多 不同的学员朋友们 他们在之前的人生 不管是在课业啊 在家庭互动啊 人际关系 甚至是在事业上面 遇到了种种的困难挑战 或者是呢 遇到了其他同事啊 朋友之间的一个议论 然后那时候呢 一直摆脱不了的心结 但是呢 发现透过了超码的系统 也可以得到了一个 心理当中的一个转变和提升 在后续 不管是在面对了当事人 或者是在后续处理的事情 就可以更加的圆容圆满 这其实也是蛮不错的一个 提升自我一个方式 所以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 也倒是 是 其实 有时候我们再去回想一下 为什么有时候啊 被人在这样子的 这个互动中 然后 自己很生气 然后在 人后呢 就在讲那个人啊 或者是 怎么样的行为动作来 想要抚平自己 心中原来的不平 其实有时候想一想啊 这里面也是跟能量场 不平衡有关系 如果当时我们有更大的能力 或者更好的能量 可能我们就不会因为那样子的局 而坏了我们心中的一种感受 那就会少去了 可能多 原来需要再拼命的 抚平的一种不好的心情 那如果可以一件 我们知道怎么样的去做补强 来避免在红尘中 这样子的一个际遇 那可以有一件事情 我们有完整的一个成功的案例 我们就可以两件 三件 一百件 那如果可以这样子的经验呢 那对于每一个人 来讲 就是说你生命中 可以这样子的一个 好的方向的这个 使然呢 也就是一种财富了 那真的能如此的话 那生命里面生活中 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困扰 不会有那么多仇数不前 或者是困难重重 或者是很多自己觉得 怎么老是搞不定的事物 甚至于人 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 也觉得怎么一波未平 一波有起的这些挑战 那么当我们看清楚 弄明白的时候 你会发现 原来在超级生理码系统里面 讲的能量 这个平衡与否 它还不是一个口号 它是真的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去影响了每一个人的 吉凶祸福 而竟然能量 就可以让原先 要花了更多力气 心中还不好过的人 轻轻松松的 就调整了自己生活的 各方面的重点 然后呢 在面对着这个人群 或者看着自己的人生 在同样的事情 再发生一次的时候 他的这个 处事的一种态度啊 解决的方法 那么心中的感受啊 脑海里面的想法 都比以前进步了 那我想这就是 每一个人抓到重点 那后面人生 当然基于就不一样 可以说是相当难得 也可以说是 攀上了一种 富有的方法吧 不过真的 这个能量场是什么东西 我们要如何去做提升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在生活当中 真的应用落实 这其实可能也是很多人 还没有接触到超码 之前会有的一些疑问 不过呢 其实我们在超级生命密码 这一套的系统呢 非常的完整 而且呢简单 所以呢 其实也欢迎大家 如果听到了今天 这样子一个讯息 发现了 好像自己呢 也常常是这样 不管是因为不平衡 或者是各种不同的缘故 好像呢 也会常常把自己的 一个负面能量呢 不断的累积 甚至是加强 那也自己发觉了 哇 有这样子一个问题 不是很好 想要找方法 找机会来做一个调整 来做解决的话 其实呢 超级生命密码 这一套的系统 就欢迎大家呢 可以先前来做 更多的认识和了解 如果大家想要 进一步的来认识的话 也欢迎大家 可以透过了 网络上面的一个讯息 先来先前认识 超码的系统 也欢迎大家搜寻 超级生命密码 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官方网站 另外还有脸书粉丝团 上面有非常多的一个课程 活动讯息 甚至是一些影音的消息 也欢迎大家呢 也多加的听听看看 那除此之外 我们在手机当中 也帮大家设计了 超级生命密码的 梦想舞台 手机APP 在这个手机APP当中 其实也有好听的歌曲之外 也会有我们在课程 活动的各种最新消息 那如果大家也更加的积极 想要更加的深度认识 我们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的话 那我们在全世界各地 都会有圆满人生精英会的 一个实体活动 那这个精英会呢 我们会在活动的现场 一起来分享导读到的 就是太阳圣德导师 所出版著作的书籍 而在这个书籍当中 有非常多不同的一个经验 就欢迎大家呢 可以一起彼此来做分享 所以也欢迎大家 如果想要更加深入的了解的话 也可以从我们的圆满人生精英会 来开始着手参加起 那因为全世界各地的 精英会的时间地点 都大不相同 也欢迎大家可以 透过了网站或者是手机当中的 客服人员来询问 我们自己最适合参加 经营会的时间或者是地点 但是如果大家还想知道 更多的一些活动 或者是抄码的讯息消息的话 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一般的上班时间 拨打电话到台北来询问我们 那我们的台北电话是02-5599-5439 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 就欢迎大家呢 可以在一般的上班时间呢 打电话来询问相关的讯息 不管是想要来参加了精英会 或者是想要知道了更多课程 后续的一个活动 都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 来提升自我的能量之外 也让我们自己智慧有所提升 让我们呢成为一个标礼如一 或者是不怕人前人后的人了 那在今天的付诸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当中 再次邀请到就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盛德导师再多来到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 谢谢导师 谢谢子荣 谢谢大家 再次的感恩太阳盛德导师 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做的提点 还有建言 常常觉得呢 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其实呢可以主持这个节目 透过了更多直接的方式来向导师提问 真的是蛮幸福的事情呢 那当然呢也欢迎大家咯 可以运用更多的机会来学习抄码 也可以参加我们的任何活动 那其实我们的活动呢 持续都在进行当中 相关的详情 大家也可以上脸书粉丝团 或者是官方网站来做查询 在全世界各地呢 都有各种不同的课程活动 也有网络的共修课 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做了解了 而今天的福到你家的节目 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 也希望这些的内容 对大家的生活和自我提升 是有帮助的 而在今天的节目 最后一首好听的音乐作品 是来自太阳盛德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 轻松 有的时候人生非常的困难 要达到了轻松的境界 嗯 需要更多的努力了 我们就一起加油 在今天的音乐之后呢 也要先跟大家 说声再会咯 我们在下周六中午的 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 F204.1 正升台北 逃平台 我们福到你家 空中再会咯 拜拜 到你能相同 生命就轻松 幸福生活中 这秘密要懂 从今以后 真的会轻松 轻松 生命岁月 每样可提都会过 即早有准备 万事好多 快乐总有 过力万从 成心如意 从成声好轻松 心有交代 才会轻松 孤明凌鲁 随之相从 没梦 才能无穷 轻松 轻松好时一通 轻松好时一通 到你能相同 生命就轻松 幸福生活中 这秘密要懂 从今以后 真的会轻松 轻松 生命岁月 每样可提都会过 既早有准备 断世很痛 快乐总有 我力万从 成心如意 从成声好轻松 心有交代 心有交代 才会轻松 轻松 功名凌鲁 随之相从 没梦 才能无穷 轻松好时一通 好时一通 人人都可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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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是否真懂 轻松 人人都可轻松 但是你是否真强 人人都可轻松 但是你是否真相轻松 人人都可轻松 但是你是否真相轻松 想轻松 散说天地天祝福一重重 感动才会轻松 会轻松 会轻松 轻松 轻松 最为轻松 最为轻松